大虾买回来以后不要再直接吃了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个油门大虾家常的做法 做法特别的简单 出锅以后营养又美味 真的是好吃到铁手指 所以都不敢用手指拿着吃 18亿斤的大虾 我们今天买了两斤 这个价格还是有些贵的 你们认为大虾是多少钱一斤呢 我们今天买的大虾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新鲜 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 我们很多人在家里面处理大虾的时候 总是觉得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其实那是你没有掌握住正确的方法 我今天教你一个处理虾 很简单的方法 像我这种两斤的虾 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的搞定 而且方法特别的简单 保证你一看就会 而且关键还用不到牙签 我们先拿起一个虾 我们把肚子上面的触角 还有前面细小的爪子 都给它剪掉不要 这些没有肉不可以吃 然后把虾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里发黑的地方就是虾胃 还有虾脑了 这个地方有重金属传流 不可以吃 给它鞋子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 我们再用手轻轻的一捏 这样虾胃和虾脑就出来了 然后再轻轻的一拉 整个虾线也就出来了 像我这样处理虾 特别的方便 几分钟就能够搞定这么一大盆 而且处理过的虾还很干净 处理好的虾 我们给它放进大盆的里面 然后在盆中 我们再加入没过虾的清水 我们再把虾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能够很好地给虾去腥 清洗干净的虾 我们给它拿出来 给它放进插篮子中 控水备用 虾背上的肉很厚 不容易入味 所以你需要像我这样 给它慢慢的 从中间给它切开 这样做过的虾 做出来以后就很容易入味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剪子 像我这样剪开 这样剪也是非常不错的 又快捷的一种方法 处理好的虾 放进大盆中 然后我们再加入大葱 姜丝 还有小葱段 再倒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去腥 再加入一大勺的料酒 我们再下手抓一下 给它抓均匀 抓匀以后 放在一边腌制15分钟 我们再来切一点配料 一块去了皮特生姜 我们先给它切成姜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稍微细点的姜丝 一把小葱 我们给它切成大概5公分左右长的葱段 再准备一把小葱 我们给它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备用 再准备三粒大蒜放到案板上 我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备用 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料酒 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再加入100粒黄颜色的鸡精 再来一勺白糖提� 再倒入适量的白胡椒粉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搅拌一下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备用 腌制好的虾里面的葱姜蒜 我们都给它挑出来不要 锅烧热 在锅中我们再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热以后 把我们的大虾倒进锅中 大虾倒进锅中以后 我们先不要动 用铲子给它摊平 摊平以后 我们开大火 把虾给它煎制个几分钟 把虾里面的虾油煎出来 这才是油门大虾好吃的关键所在 一边煎制金黄以后 我们把虾翻一个面 把另外一面也给它煎制一下 一直把虾给它煎制 全部捐起来 并且金黄的时候 往一边给它扒拉几下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葱姜蒜片 都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把葱姜蒜片里面的香味炒出来 这样做出来的虾会更好吃 香味出来以后和大虾放在一起 给它翻炒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再把我们挑好的料汁 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再用铲子给它翻动几下 翻动均匀 然后我们再盖上锅盖 给虾煮个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虾充分的入味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再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锅中的汤汁已经不怎么多了 我们可以转成大火来收汁 把锅中的汤汁给它收的少一点 并且粘稠一些 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好吃 收成我们视频中这样 然后准备个碗 把炒好的虾装进碗中 再撒上适量的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一个家常版的油门大虾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做的虾 颜色真的是特别的诱人 看上去都有食欲 而且我们这样做出来的油门大虾 外酥里嫩 真的是好吃到没有朋友 保证家里面的大人小孩都爱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 把大家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